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你们的小精灵又回来了 上一次我因为找别人帮我做魔法作业 所以被打回了原型变成了虫子 这一次经过我的努力修炼 我终于又变成小精灵了 那么我接下来的所有的魔法作业 全部都要自己完成 不会再偷懒了 今天我的魔法作业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创意彩布编织机 我接下来要赶紧修炼魔法啦 这一次我的魔法作业是做一个小包 我要开始做咯 用这个粉色的橡皮筋 先来一个合理牌 第一层我完成啦 这个粉色白色和紫色的搭配 是不是很少女呢 接下来我要给它加上黄色和橘黄色 让它变得更加有活力 这一面我已经全部完成啦 自己做作业的感觉真的好爽哦 接下来我要给它封边 然后做另外一面 现在开始做了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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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面终于完成啦 这面看起来是不是没有这面好看呢 因为我之前没有设计好这个数量 所以只能剩这么多了 就搭配在一起了 接下来呢 我快点把这两面缝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小包包 大功告成啦 我的小包包新作品 等一下呢 我要带它出去逛街 虽然说可能没有那么的好看 没有是我自己心心苦苦做的 谁啊 快递 是我的仙女棒 新买的仙女棒 打开来试试看 你们看这是我新买的魔法棒 颜值超高的 我先打开看一下哦 哇 这边是有亮灯的 这个小键子是什么用的呢 有音乐 可以换音乐耶 用起来真的很顺手哎 那么接下来呢 哎 对了 我要带着我的小包包出门逛街啦 我先打开玩笑 我来带我 没有 我先打开玩笑 是哪一样的 我先打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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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这是哪儿啊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呀 时间快到了 我该去上班 诶 我为什么要上班 算了 不管了 淘淘姐姐为什么会从一个乞丐 变成了上班族了呢 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期节目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